他们讲话的口音 我就觉得不管拍什么片都是喜剧片 就是他笔音很重有点可爱 就是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今天心里四 对 昨天我们聊了生存家族这部电影 看完之后 真的会觉得说 就是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 所拥有的东西 对啊 因为其实每个东西 它都是 跟你相遇都是一个缘分 是啊 对 可是我后来就一直想到说 好像拥有很多 不见得是拥有很多快乐耶 对啊 真的 真的 就是有一个观念 就是断舍离的观念 对 从日本开始风行嘛 对 那其实它的观念 其实跟佛家的一些想法 是有点类似的 嗯 对 就是活在当下 然后就是 什么东西 就是不要这么的充满欲望 对 就是要有很多时候 就是你要把一些事情就是 分开来看 就是不要这么的 一直陷进去 像我自己 就是过来人啊 我自己就曾经就是 完全 深陷于那个物欲当中 嗯 对 不可自拔 对 你差点就是 把你的 婚姻亲手 毁了耶 对啊 真的很可怕 是 哎你知道什么是断舍离吗 嗯 就是那个概念 我大概知道 但是 详情就是 它 分别代表着意思 它的真正的定义啊 是来自 山下英子 这个作家 哦 对 对 他说断舍离就是 断绝不需要的东西 舍弃多余的废物 还有脱离 对物品的执着 对 是 对 还蛮不容易的 听起来好像是很梦幻嘛 比方说看到别人家里面啊 就是一尘不染的啊 然后就是空间很宽敞啊 嗯 没有什么东西 就觉得哇 好棒哦 这种生活的空间 好像很舒服 嗯 可是其实 自己好像很难做到那样 对 像我们现在家里 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 就是 如果真的要做到 那么极致的断舍离 嗯 好像也是一种 另一种病态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也不用追求到 这么夸张 我觉得不一定要 真的追求到 东西非常少 嗯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要知道说 你自己有什么 然后不要再多买什么 那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对 对对啊 嗯哼哼哼哼 对啊 以前我就是很喜欢买那种小东西 你知道的吗 以前我们去国外旅行啊 就一定要买什么钥匙圈啊 嗯 小百事啊 然后明信片一大堆啊 真的 真的 然后后来就是 呃慢慢的长大之后嘛 大概就是两三年前 我也是受到你的启发 嗯 因为觉得说你也开始就是想要断舍离 那我也想要这样子 我就开始出新很多我自己的以前的一些书 然后把我以前读的一些日文的相关的考试用书啊 然后就是做一个上架这样子 然后就卖了蛮多钱的 你不觉得就是其实在标那个架的时候 一开始会觉得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标起吗 就是先看别人怎么标 然后就是做个参考 然后想办法设比他们还要低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我最近在看那本书啊 它是一个就是叫做思考的艺术这本书 然后它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跟思考相关的一些 非理性的一些错误 它整个书名的全名叫做思考的艺术 然后副标是52个非受迫性思考错误 什么叫非受迫性 就是它没有强迫你 可是你自己就会很容易的陷入这样子的迷思 对那它有总共有52个嘛 那其中有一个叫做饼负效应 怎么写 饼就是天赋义饼的饼 然后负就是天赋的负 对然后他这一篇他就在讲说 我们只要拥有一个东西啊 我们主观上面就会很想要为这个东西加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譬如说还有说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个心理学家 他叫做丹艾瑞丽 他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就是他提供几张重要的篮球赛的门票 给他的学生摸彩 然后之后呢他就是分头询问每个学生的反应 首先他先问那些就是没有筹这种票的学生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他们自掏腰包 他们愿意出多少钱买这样的门票 那大部分都就是只愿意出可能170元美元左右 对那他又问那些就是有抽到票的人 说你们愿意转卖这个抽中的门票 多少钱你才肯卖 然后呢居然他们都要出到 就是要到2400元 加这么多 对就是等于说你觉得很幸运抽到这个东西 你反而就是会觉得你舍不得卖 对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你是 你是上帝健全的 就是有天赋异禀可以得到这个门票 你会把他就是在 好像心里面为他有一个价值的感觉 所以像收藏什么比较奢侈的东西 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对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卖 其实特别是一些这样子 像艺术品啊或者钟表啊 或者是一些古董的东西 去竞标来的东西 对如果这个这个卖家他没有醒悟 他没有就是真的想要脱手 或者是他是 也许是有些那个卖这些东西 可能是这个原本的收藏家他已经过世了 然后他的家人帮他出亲 就可能就是会比较愿意出亲嘛 可是当你自己是拥有者 其实你很难很难去转一个思维 变得是我不再一直执着于他 对那这个效应他不只是用在拥有的情况 甚至是准备有 这样的情况也都适用 准备要买 譬如说是拍卖 对 像我这个这个是我最切身的 你也是这个资深的耶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都是上那个拍卖网 就是会竞标东西嘛 那你知道那种东西就是 你会一直出家一直出家 想要赢过别人 对他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迷思 也在这本书中叫做赢者 诅咒 对赢者诅咒 那其实就是你会一直想要出更高价 更高价 但是其实到最后你是已经有点非理性了 对对 就是你用最高价终于买下来之后 可是其实你是一个很大的输家 对对 但是你知道就是你出到最高的价钱呢 就是那很光荣的赢得这个东西 但实际上就是你会 之后你就会觉得 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东西 你会不想卖 对 就是你会觉得它是很珍贵的东西 不想卖 这些都是对物品的一些执念 对啊 对 是很不必要 因为其实如果你不肯放手的话 其实 东西只会越来越多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 就像是那个生存家族里面 对 对 可是你讲的都是比较高单价的东西嘛 像我以前就是会比较习惯 可能就是比较小资女啊 就会觉得说 那种很便宜的小东西 比方说以前很喜欢逛大床 嗯 就是哇39块49块好便宜哦 然后就这个也想要 那也好像不错这样子 他们怎么可以发明出这么多 很有趣的用途的东西 对 就会忍不住就是选了好几个 就直接带回家 可是事后真的 有没有用到也是另外一回事嘛 嗯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小百事啊 或者是看到那什么买一送一 或是家一元多一件的时候 就会有点脑波弱的 就想要去买它 嗯 可是后来就想说 就是这些很廉价的东西 如果充斥在生活空间里面的话 真的会让整个生活变得很杂乱 嗯 然后我就渐渐的想说 我就除了那种 确定是会消耗完的东西 比方说生活用品啊 洗发精啊 或是什么卫生纸 什么厨房纸巾等等的 我我会在那种比较便宜的时候会囤一点货 对 可是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一次买个20关那样子的状况 嗯 对啊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子的引头 对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要构成就是生活上面的问题 譬如说你就是像我我之前就是蛮大的问题 比较有点发展成那种上瘾的状况 对 但我觉得你有时候人会就是想要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正常的 对啊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适时的就是去一直在比较客观的看自己的行为 如果你就不要太超过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嘛 因为人有时候人就是也是很需要犒赏自己的机制啊 对对 要不然就是会觉得好像就是生活其实好像又没有那个这样子的乐趣 因为我觉得买东西也是一种乐趣 是啊是啊 对可是像我之前的状态我就觉得是 它是一种影 那其实因为我刚好最近也有访问一个 就是我们电台的节目有访问一个就是以前有毒影的人 然后后来他戒掉这样子 然后其实毒影这件事情其实是更可怕更复杂的 对 但是他有分享到就是说毒影其实有分两种影 一种是身影 一种是心影 身体的 身体的影 还有心理的 对那他说身体的影呢 他那时候他是说他吸的就是一级毒品就是海洛因 他说他的那个身影啊差不多是要一个礼拜到十天 你就是强迫自己不能够接触 那会很痛苦 因为你会